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内球员方面 赵旭日 王永珀 杨旭 张璐 张修为都有着一定的实力 三大外援更不必说 维特赛尔 莫德斯特 帕托克都是大牌外援 下轮联赛 全剑将对阵恒大 有球迷预测 恒大这三分 恐怕是提前要定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赛季出的三大外援 下场比赛将无一人登场 全剑阵中 只剩下全竞员可以出场了 本轮对阵太达的格比战 全剑主场0比0战平对手 遭遇了四轮不胜 更加要命的是 帕托和王永珀都吃到了黄牌 下轮将面临停赛的处罚 而赛季出阵中的两大外援 维特赛尔 在下窗转会中 以2000万欧元的身价为约金被德甲豪门多特蒙德带走 另一名外援 莫德斯特 自从因为私师请假后 已经不再训练和比赛了 就连主帅索萨也不知道 莫德斯特何时归队 是否还能归队 关于他离队的传闻 已经满天飞了 从目前全剑的表现来看 下赛季还想进军亚冠联赛 希望已经不大了 那么 本月底的亚冠淘汰赛 作为中超独苗出征的全剑 在只剩下帕托加全禁援双外援的情况下 能够挑落路到路角吗 造成全剑今日的局面 谁有应该担责呢 作词 李宗盛 刘椒 作为中超独苗 信心 因此回到俄制作为中 少女冠商 毛 姐夫 杨兰金鞋 狗孔 艺术 郷奏 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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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钾 钾 钾村林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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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